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共回应挑战的方式,写文章开会 这个题目 主要是讲的是谁呢?讲的习近平 我们今天讲一篇文章 讲什么呢?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 《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文章不长 不是很长,很短的一篇文章,但是很有特点 我先跟大家念念,我当然不是全文念,全文念我们这个节目也别做 我念有一些很有特点的句子,念给大家听一下 蛮有意思的 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大家知道这是习近平的 口头禅 这其实也是文革 文革流传下来的一句话 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 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姓氏 这叫什么 这是习近平自己写的 当然不是他执笔,王沪宁帮他写的吧 但是以他名义发表,他是中共的总书记,讲这样的话 你见过哪一个总书记 党的领导人讲这样的话,我觉得 这个叫什么 厚颜无耻 有人讲这么讲自己的吗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征 就是 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形象的说,就是众心捧月 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这其实话已经讲得非常的白了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任何情况都不能含糊 都不能动摇 必须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是中共的总书记 他这番话说给谁听的 说给那些小弟们听的 这小弟们你听清楚了 这个我们最大的 特点就是 党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权威,当然就是我的权威 集中统一领导,什么叫集中统一领导 那就是我的领导 你们听清楚了,是这个意思 然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制 制度体系 起四粮八柱的作用 是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 其中具有同领地位的 是党的领导制度 这个 我等一下讲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然后 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要办好 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到底 要办好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习近平的问题 因为他党的总书记啊,对吧 然后 应对 和战胜前进道路的 各种风险和挑战 关键在党 我就把这中间的一些句子拿出来 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篇文章呢 大家一看一读 就知道这是文革文风,然后是中国特色,中共特色 那么 露骨 非常露骨 就是露骨 肉麻 很肉麻,有些话讲得非常肉麻 什么中共是 什么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一大姓氏 非常肉麻 非常肉麻 蛮横 蛮横,非常蛮横 这个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唱的那个 无产研究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蛮横 蛮横,不讲道理,完全不讲道理,我就是这个 他整个文章是没有逻辑的 他讲的都是结论 他不需要逻辑 为什么讲他蛮横的去 他没有 没有任何证明说他的 一篇文章你总是要 论点 论据论证,你总得有这样的关系,对不对,你文章从前到后,你总得有这样的关系 然后讲清楚 我有个观点,我说共产党领导好 为什么好 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 你得讲清楚 他根本不讲这个 他讲什么 只讲结果 共产党就是好 就是领导一切 东西南北中 就是 党是领导一切的,我就是党是领导一切,领导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你的头到你的脚 从你的手到你的灵魂,到你的内心,我全领导 就这个意思 然后 就蛮横 然后还有什么 粗俗 这粗俗,非常的粗俗 这个语言非常的粗俗 最后 一个 厚颜无耻 厚颜,你见过 有人写这样的文章,没有 我都没见过这样的文章 你就算文革的时候,良孝的文章 也是起承转合 他都得讲出个道理来 这个有没有道理,完全没道理 为什么 他没有证明他的论点 他完全没有证明他的论点 就是厚颜无耻 蛮横 一句话 我也给他来个总结 吃相难看 态度恶劣 但是 他为什么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呢 说明什么 说明 第一条 说明习近平碰上难事了 碰上难事了 这他有困难了 他有困难呢 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 他很清楚一条 就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 获得什么 获得党内的支持 他必须获得党内的支持 他所有的一切才成立,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力量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是目前唯一的执政党 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唯一的执政党 中共 在执政到现在,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他对这个国家的控制 加强他的地位 清扫 这个国内所有可能看见的敌人 全部清扫掉 他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所以 当习近平 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寻求党内的支持 我们翻过来讲 当他开始讨好党内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遇见难事 他有困难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无耻的这样吹捧中共和中共的领导地位 除了讨好党内的同志以外,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意图 当然他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警告 你看他这句话讲什么呢 他警告什么呢 他警告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领导的反面的意思是什么 领导的反面的意思就是独裁 就是政权 他其实是警告党内的这些同志 大家别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一切的生命就是政权 党的领导就是政权,就是 中共 独裁 掌握政权的唯一的 东西 就是党的领导 所谓的党的领导 就是政权,政权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 归根结底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中共的政权的问题,中共执政地位的问题 所以他要跟党内的同志讲什么 讲党的领导 其实大家党内同志一听就明白了 他一讲党的领导的时候就知道的讲这 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共的政权的地位 意思就是 大家一起 你得 团结一致 保住我们的政权,保不住我们的政权 啥都没有 这一头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什么 与之相伴 就是中共内部的 极权制度 这是两头,这是一件事,中共的独裁政权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这一面 这一面它垄断国家的政权 这是一面 另外一面,总书记独裁党内的所有政权 权力 这是中共 独裁政权的两个属性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他就是 这一头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想办法共渡难关 共渡难关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国内国外的形势很恶劣 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咱们得中共 得保有独裁的政权 这一头 另外一头是什么 另外一头就是 我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的权威 所谓党中央的权威是谁的权威 那就是我习近平的权威 这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所以 他在警告党内同志,其实说的两件事情 第一,政权问题 政权不能丢 政权一丢,玉石俱焚,大家一起死 这是第1条 第2条,保持权威 保持总书记的地位很关键,很重要 否则大家也是一起死 就这两条 讲到底就是这两条 所以 习近平很清楚 只有控制了党 就控制了政权,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其他的党 所以他在文章里面 没有底线的把这个党的领导放到天那么高,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政权 是第1重要的 我的地位 在党内是第1重要的,把这两件事搞定,我们才能够过关 这是一篇叫威胁利诱的 文章 跟党 交底 跟党内的同志交底 所以习近平的政治生命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他在党内的地位 取决于他和党内的同志互动 有没有获得党内的全部的权力的支持 那他会不会 遇到挑战,我认为一定是遇到挑战 为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 今年4月份 今年4月份也就是 3月底,3月底4月份,习近平写了一篇文章 也是在《求是》杂志 《求是》杂志是 习近平非常习惯用的一个平台 他在《求是》杂志那篇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 3000多字,7000多字,我忘记了 就是把他整个的 在疫情当中,他的表现 讲了一遍 就是为他在疫情当中的 行为辩护 最终出来的是什么 最终出来的一句话,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就是在那篇文章里面 其实当时习近平遇到党内的严重的挑战 就是 他的决策失误 决策失误就是 从武汉 封城 就是从疫情开始发生 然后 中间过了一个年 习近平按着不让说 习近平按着不让说,这一年过完之后 实际上这个疫情就全国到处都有了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 决策失误 那篇文章三月底,我印象中好像是三月份,我没有去查 那篇文章就是习近平全面为自己的这个辩护 最后他 强词多理 最后说我是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什么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他就这个 摁着不让说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 中间还有一个网络耳语 网络耳语是什么,就是有一段话 从国内传出来 就是讲这个当初 国务院向中央,中央其实讲的党中央,党中央讲的就是习近平 报告发生,武汉发生这个,建议按照 常规的模式 进入这个一级响应,然后采取措施 等等 这件事情报到中央,中央那边就没有回应 意思就是过完年再说 就没回应 没回应就等着嘛,所以武汉那边一直悟着 不让说,为什么,因为党中央还没决定呢,谁都不能说 一直悟到过完年,然后过完年之后23号才封城 是件这么回事,习近平 就用这篇文章 把这个事情翻过来 说我是亲自指挥,部署亲自指挥 所以这篇文章,今天的这篇文章 其实这个属性 和那篇文章的属性是一模一样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 寻求党内的支持 造个舆论 寻求党内支持的 当然是两面,第一件讲道理,你看 现在形势很恶劣 大家同舟共济 如果你们不同舟共济的话,大家 攬炒 对不对,就一起死,玉石俱焚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 也告诉大家 要维持政权,就必须维持我的权威,你们得支持我,不支持我的话,这个政权也就完蛋了 其实这整篇文章讲的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 两条 第一 他遇到挑战 他如果没有遇到挑战,他不会无端端写篇这样的文章跑出来 这篇文章奇丑无比 蛮横 路骨蛮横 厚言无耻 那么 第1个,他遇到党内的 一定是遇到了党内的挑战 第2个 他心里没底了 他心里没底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得 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个调子拉得非常的高 拉得非常高,其实是取悦党内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习近平没露面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大家知不知道 习近平上一次露面的时间,中间他人民日报各种花式,习近平为了出一条标题 打电话也算 打电话什么 发写信,都把它放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去 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习近平这三个字 出现在头版头条,头版上不一定头条 那么 但是 他没露面 都没露面 最后一次露面是5月18号 5月18号 5月18号的中欧峰会 同一天开了什么呢,开了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常委会 政治局常委会 没露面 没有镜头 没有镜头就不算露面,为什么,只要他露面 一定会有镜头,大家记住这一条 你看到一条新闻 讲习近平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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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然后没有镜头 没有镜头,没有照片 或者是没有在新闻联播出来 说明什么,说明他可能就根本就没去 因为去了 一定会有照片 一定会有照片 那么 他参加了什么,中欧峰会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会都没照片 然后到了6月30号,他组织叉开了两个会 第一个会是 政治局会议,一个是申改委的会议 两个会议他都没照片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他 从5月18号开始到现在 一个 快两个月了吧 快两个月了吧 今天15号 也就是 今天15号 也就是将近两个月 没露面 这有点不正常吗 这有点不正常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中间 通常他都会跑出去跑一趟趟 但是没有露面,这个有点不正常 所以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习近平的这篇文章 说明什么,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习近平遇到难事了 遇到什么难事 我认为应该是党内有挑战了 这个党内挑战有点大 问题有点严重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讲一下李克强 李克强 7月15号,李克强召开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呢,现在基本上是成为这个李克强的 叫什么,李克强的一个 就是管理平台 就是定期开这个常务会议 那么他提个什么事情呢,叫双创 叫万众创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 支撑 保就业 保市场主体 尤其是支持谁呢,支持高校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 就这两个群体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这个所谓的双创 是李克强提出来的 那就实际上是拿来,这个项目是拿来干什么呢 支持大学生创业 然后支持农民工返乡 返乡创业 大学毕业生创业 然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什么 农民工为什么返乡创业,因为在城里找不到工作 他就回乡创业 你想一下,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事情吗 李克强做很多很扯的事情 李克强的能力是很差的 做一个总理来说,这是个很差的 就是你想一下 你见过一个国家 有任何一个政府鼓励大家创业的吗 没有 我没见过,有的告诉我一下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创业 创业是一件死亡率非常高的事情 死亡率有多少 不多吧 中小型企业生存率不到5%以下 也就是95%的 这个中小型企业 他都会倒闭 那你想一下 你鼓励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创业 100个大学生创业了 就5个人能活下来 95%的人都血本无归 什么情况 你找他 他能找你吗 这是第1个 第2个 农民工 在城里找不到工作 回农村 回乡里面 去创业 怎么创 他连城里工作都找不到,他返乡去找工作 返乡去回农村去创业 你这不疯了吗 所以 李克强的这个政策其实早年就已经有了 早年就已经有了,到现在他还在这搞这些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就是路径依赖 这是路径依赖 所以 这件事情 非常不靠谱 大学生 大学毕业出来鼓励他创业 我觉得非常的疯狂 非常疯狂 这是第2件事,第2个事情,然后呢,有个数据,大家知道一下 人大今年批准了地方的这个专项债 专项债是什么 专项债是在 预算赤字以外的一笔债 国债 国债是什么 国债就是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发行的公债 国债呢 他有一个账,是什么账,就是 在做预算的时候,我有一笔赤字 做一个赤字,我做了一次,今年的预算大概有3万亿的赤字 意味着什么 人大一批准,你3万亿赤字可行 然后他就发行3万亿的国债 国债的数量跟这个赤字是相对应的 所以 国债其实是在预算管理范围之内的事情 但是这个专项债呢 是 地方债,其实 地方债跟专项债都没有纳入预算 就是 人大是 批准了 但是他不在预算的 不在预算的 账本里头 也就是说 这笔债 你一直看到的有一个叫中国的债务率 是没有包含这两笔债,一个是地方债 一个是专项债 这两笔债 都是在预算之外 所以那都是中国的数字 我讲的不好听,都是 卡卡骗人的 那么现在呢,专项债已经发了多少 19000亿 19000亿直接发到 地方政府 专方债 去支持 地方政府现在财政困难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 这两天呢就 有很多的 海外的财经媒体 像华尔街日报啊,路透啊等等 就开始大规模的宣传,宣传什么,中国的出口不错 中国经济在回升 那当然我看到全是 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个 财经媒体 财经媒体 这些财经媒体 包括彭博,包括路透,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等等 财经媒体 都在讲中国经济的复苏得很好 那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最近政治新闻比较多,财经看少了一点 我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中国出口是什么情况 海关中枢 14号开了个记者会 那么记者会就是 结论就是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好于一期,中共的所有的调子都是这样的 总体可控 好,我们是好的 然后呢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数据,海关的数据 他公布了一个上半年的数据,上半年就是一到六月份的 我就看了一下最新的六月份的数据 六月份的数据是这样 海关自己公布的,但是他没有在记者会上说 他只说一到六月份 那么六月份的数据是什么,六月份的数据,海关他们的公布的网上公布的数据 进出口总值下降2.4% 出口 2135亿美元 增长0.3% 这是非常可疑的 进口 1670亿美元,下降5.6% 不管 他海关公布的数据之后呢,他前面加了一句话 叫经过季节性调整 这个数据是季节性调整过的 就说这个季节性调整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是 所谓的季节性调整 就有 里面就是 让你不知道的因素 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 其实是 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讲另外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副总理胡春华 14号 在浙江义务召开稳外贸 稳外资座谈会 抓谁来开呢 抓了几个省,六个省 浙江 上海 江苏 安徽 福建 广东 六个省 负责人 负责人去 浙江义务开什么呢 开这个座谈会 叫稳外贸 这件事情,现在就外贸这件事情 胡春华在抓,主抓这件事情 胡春华是这么说的,胡春华这么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各地,尤其是外经贸重点地区 这几个省都是外经贸重点地区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 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努力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市场主体就是公司企业 防止出现倒闭潮 外迁潮 中共的话 得反过来看 他说防止出现倒闭潮和外迁潮 就是已经发生了倒闭潮 外迁潮 会前,胡春华考察了杭州 和义务部分外贸企业 义务国际商贸城和综合保税区 网友爆料,他说为什么要 他 在这个会之前,网友就跟我爆料,说这个义务商贸城的老总跟他讲 说小商品出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所以 胡春华就在那里义务开 原因就是因为 小商品出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是 中国的整体的出口性是非常差 非常的差 差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因为海关的数据是不可信的 我以前说过海关造假有点难,为什么?因为对面也有数据 但现在他们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所以他们造假已经没底线 我们只能从哪里看呢 我们只能从胡春华的这件事情来看 过去10年,有没有安排一个副总理来做一个某一个领域要去负责专门去盯这件事情 没有 没有这回事 除非出现危机 你比如说P2P P2P雷暴 那就专门要盯这个事情 那这个 P2P雷暴,谁来盯?刘鹤盯,刘鹤管这管片 所以这个是 胡春华去盯,说明什么? 说明这件事已经严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那么 还有一个数据能证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出口非常差 就是6月份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出厂价格 叫PPI PPI是下降0.3 0.3 统计局的数据造假是这样 他下降,他不敢做成上升 只是下降,比如下降 0.6 他说成下降0.3 这是有可能 但是下降6 变成上升2% 那是不可能 这是不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 他说下降3% 我们大概预计5%到10%之间吧,大概是这样的水平 说明什么 出厂价 意味着什么 出厂价代表需求 就是 需求越旺,出厂价格越高,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就这样 那么现在的情况,出厂价格下跌,指数下跌,指数下跌意味着什么 整体的需求很差 工业的需求来自于两个 一个消费 一个出口 中国的需求就来自这两个 消费不用说,国内消费现在一定是非常差 这是第1个 第2个 如果出口还很厉害的话,那就没话说 出口也差,才会有这么 这么低的数据 所以我们从两个情况来看 你都可以看出 中国的出口,目前面临的一个什么局面 面临处于崩盘的边缘 就是出口在面临的崩盘的边缘 为什么中国的就业形势很恶劣 就业形势恶劣的原因来自两个 第1个原因就是出口 出口非常的差 他才会有就业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出口这个行业,就是不管什么出口加在一起 就业人口2亿 有2亿人靠出口吃饭 如果你出口不好 那么这个就业情况一定是非常差 而且特别是制造业 制造业这块有一大票的 农民工在这里就业 所以为什么 李克强说要搞创创 让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因为他在城里找不到工作 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制造业太差 制造业太差,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返乡创业吧 把他送回去了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新闻之间 他都有关联 他都反映一个经济形势 只不过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统计局 这种系统性的造假 我们没办法拿这个数据来分析经济形势 我们只能把这些事件 现象 结合在一起告诉大家 我们 评估 经济形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而现在 这个像什么华尔街日报啊,像什么路透社这些,特别是这些中文网站 这几个媒体的 财经媒体的中文网站 基本上是帮着 帮着中国在敲锣打鼓的骗人 那大概形式就是一个这样,数据 这个形式比数据 严重的多得多 非常严重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基本上就讲这么多 大概总结一下 大概有两条,第一条 习近平遇到难事了 所以他写文章 中共应对困难的方式就是 第一写文章 第二开会 会还没开,我们要看一下他政治局,这次政治局常委会 常委会这个月还没开,开15天还没开常委会 理论上一个月 政治局常委会要开两次 月头一次月尾一次 然后再开一个政治局会议 大概是这样 那么现在 月头没开,政治局常委会 到现在月中了,政治局常委还没开 所以 有点情况 有点情况,这是第一个 我提醒大家 我不想说宫廷里面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那么有一些传言我也不愿意做,我只做 我们能看到的部分 好吗 那么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 我现在看海外媒体 很多讲得很离谱,所以我今天 拿几个数据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判断 就是以出口 为导向的这个部分,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 然后需求很薄弱 所以中国经济非常的虚弱 这个时候如果川普要跟他打贸易战 那 中国扛不住 这个时候川普说,我不要你买我的大豆了 不买我的玉米了,我跟你打贸易战 关税直接全部 调到25% 中国经济 就有问题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 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特别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就是 请大家尽量多的点赞 因为我们要面对平台的洗粉 这要面对这个五毛的点彩,所以 点赞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另外同时提醒大家一下 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 另外一方面 就是 点亮小铃铛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视频 好吧,谢谢 好,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谢谢 鸣谢一下,谢谢,打卡英国 谢谢 谢谢 王先生,美系好 李济安平,谢谢 老劳王,谢谢,代表老友记Wiki潮,请王先生 吃台北永康街的牛肉面,好,谢谢你 好,我们来进互动 观点 这算是连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以前 以前说之所以坚持中共的领导 是因为中共特殊国情 现在 结果现在变成了中共领导变成了国情 而强调那些合法性,科学云云能解释合法性,但是解释不了唯一合法性 就你科学 是的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什么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 告诉大家 结论是什么 我不需要证明结论 大家写文章 会有观点,然后有个知识,他不需要 整篇文章告诉你,都是结论 只要结论 这就是他的特点 观点,中共最牛逼的就是比下限,越是没有下限 越是可能走向高位 非常有道理 情况,耿爽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把他12岁女儿 带去美国上学了,中国外交部华春莹 在美国有房产,美国应该对他实施制裁 情况,多加外媒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宣布 美国对华 对华为部分员工实施制裁 他宣称,华盛顿15日晚些时候 将宣布对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情况,今天看到一个数据,2015年 牛市85%的散户 亏损2520亿,最有钱的0.5账户赚了2500亿 赤裸裸的把老百姓的财产转移到权贵手中 观点,以前管失业叫下岗,现在把失业叫创业 非常有道理 情况,我朋友在浙江 某银行国际贸易部,他跟我说,今年上半年 1月2月外汇 外汇收入还算正常 3456 只有去年同期一半 整个上半年比去年少 1%的样子 情况 问题,如果汇率没有守住,中国社会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是个好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如果汇率没有守住 中国汇率不会守不住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外汇市场没有开放 所以这个问题,第1个 不存在没有守住的问题 只有他选择,我不守了 我不守了 这有可能 如果他不守了 那么 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会是一个 我们说如果汇率不跌超过20%以上 那我们都不算,这个情况都不算存在 如果人民币汇率跌20%到30%的话 那就会出现一个 我认为在半年之内,中国的房价就会 开始 开始下跌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汇率跌个20%到30%的话,那资金就会开始往外 恐慌性的往外 当资金往外跑的时候,大家记住 所有的资产的价格 靠什么支撑 靠资金 有资金拖住 没有足够的资金 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水涨船高 那资金就是水 船就是资产 价格是什么,水位 水位越高,船的位置就越高 价格就越贵 水越少 那么船的价格就会往下跑 往下跌 那么如果你人民币要是汇率 跌个20%到30%,那资金肯定是跑 使劲往外跑 人民人民银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现在抓那些叫什么,抓那些地下钱装 非常的狠,现在抓得非常狠,而且他现在什么 他现在用那种我们叫穿透式监控 穿透式监控就是 用大数据来分析 分析银行的这个钱的这个走向 来分析谁可能是 地下钱装 那么通过这些人和人的关系,穿透式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穿透式监控 穿透式监控很厉害的 除非你走现金,所以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 两头都要抓,这头要抓什么 现金提现 不能让你提现 只要提现,要写申请 不让提现,让所有的资金都在银行系统 只要你在银行系统,他就能抓到数据 只要能抓到数据,他就能分析 所以大数据,中共把大数据拿来干什么,就干这些事情了 就抓那地下钱装,现在抓得很准 地下钱装不敢干 因为你地下钱装要跑量 跑大量的资金,你收到他的钱往那走 当然他不会用一个账号 地下钱装其实现在已经很聪明了,用很多账号 那些没有关联的账号,假身份证,还是抓这些东西 所以他用 但是 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大数据 还是能把它们找出来 但是也没有用 为什么 这个钱呢 翻过墙去那一头呢 就是你墙越高 只会推迟他翻过去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阻止他翻过去 所以其实最终这个钱还是要跑掉的 就是他要跑的话,他迟早都会跑掉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 如果 汇率没有守住,人民银行把汇率贬个20%到30% 那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 这个钱就开始往外跑 但是 外汇管制的墙会升高,不断的往上 钱就不断的往上爬,最终还是要过去 所以我估计半年之后 房价就开始看,你会看到房价开始出现 下跌的可能 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目前你还看不到的原因是因为 人民银行的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的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汇率控制 就是汇率操控系统 工程 它是个工程 现在 让人民币汇率相对比较稳固,原因就在这里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汇率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如果出现了下跌 那当然 我们所谓的下跌肯定是30%以上的下跌 那才叫下跌,10%到20%都不算下跌,那叫波动 我们叫波动 下跌通常20%到30%以上的下跌,那才叫下跌 如果你出现一个这个级别下跌的话 那最先出问题的一定是银行 银行目前 优质资产就是按揭贷款 按揭贷款是 目前银行最优质的资产 那么如果 房价跌超过30%的时候 那银行手里就会有一堆的抵押品 就那些人已经不公了,他手上全在他手上 那他手上他要开始抛这个 叫什么,法拍 他去法拍的话,抛售的话 那100万能够卖出个三五十万就不错了 那你想一下 他得出现什么情况 银行就会大量的坏账 金融危机就这么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就这么发生 所以这个局面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观点,尽管川普在最后一刻签署了两项我们一直期盼的法案 但这一点也没有能够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他一直拖到最后一刻 签署这个法案是为了让中美贸易协议对他的利益 最大化 在昨天他的讲话中,他作为总统利用这个官方平台 用了一半时间 歌颂夸大他自己的丰功伪迹,用了另外一半时间 很多不识之词 夸大之词攻击竞争对手 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鄙视 OK 情况,我坐标澳洲6月收到通知,我父母在澳洲的中国银行账户 将在30天内被关闭 让尽快去柜台办理销户手续 问银行工作人员原因 只是告诉我 总行的决定,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带为通知 我估计可能是近两三个月我父母从 国内往澳洲的中行账户汇了几笔钱,总共也就 七八万澳元,可能触及了中国政府外汇管控的底线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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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 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减少大家 使用外汇的 任何的渠道 就是减少 就想尽一切办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里面 会萎缩得非常的快 萎缩得很快,为什么? 因为中国很多的消费都是会用到外汇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代购 代购一定是外汇,你想一下是吧 我在国内买 买这个代购,你帮我在海外帮你,买好之后卖给他 这一定要用到外汇 很多领域 那么这些情况一定会最终形成什么 最终形成消费的萎缩 因为他 不让大家用外汇,不用外汇的话实际上 实际上有一大部分的消费是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的结果是什么?就不消费 不消费的话后果是什么? 经济就没那么活跃 所谓内部的需求就不行 所以经济会开始 其实 你在经济领域采取任何一个经济政策 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是有成本 只不过呢,有些成本 会在比较远的后面发生,有些会马上发生 那么现在比如说 现在 你看 人民银行,我讲人民银行把汇率稳在这个水平上 它是要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就是我之前讲,我会掏空经济 可能讲的有点虚,但其实的代价是什么 其中有个代价是什么 就是 当你没办法换外汇的时候 你有些产品就没办法消费 当你没有办法消费,你就不消费 你不消费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那么经济活动就会慢慢的萎缩,会减少 就是 你要理解,这件事情放大到全国范围是什么后果 那就消费萎缩的就很大 这规模就非常的大 那对经济的这种 这种,我就说是掏空的效果 就很明显 所以在这一块 但是他为了 维持这个汇率 他这个代价,他知道吗 知道 为什么 易钢这票 全部都是从海外 回去的,他们对市场经济不陌生 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一条 后果,但是 在现在这个局面之下 对易钢他们来说 他们选项也不多,只能 顾头不顾电 先把眼前的问题度过去再说 然后忽悠大家,我们经济很好 骗大家的钱来 其实现在 海外媒体也好,这个海外财经媒体也好,海外中文的这些被 被这个渗透的这些财经媒体也好 他们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字 骗 骗什么 骗海外的资金进入中国 然后维持一个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骗什么,骗一堆的钱跑到中国去干嘛 去套利 但是当你这个钱足够多的时候 那人民银行 贬值30% 那这笔钱就白干了 白干,就跑到中国去 买国债,买这些,我之前叫无风险套利 如果他做了足够的对冲措施,那另外一件事 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水池 给他做对冲 所以 还是有风险的,大家小心 请问王老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经济也越来越好,这难道不是中共的努力吗 中共如果不努力的话,我认为人民生活会更好 如果没有中共,人民生活会好十倍 这就是我的结论,我也不跟你讲理由 我学习近平的 可以吗 就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这个结论,你说的不对 中国 这个叫什么 李克强讲的 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 你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了多少 1000块钱是多少钱 你算一下,往回推一下 现在的 1000块钱 在1980年是多少钱,算算看 提高了多少,物价贵了多少 所以 你的这个结论完全不正确 我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中共不够努力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会更好,这是第1条 第2条 如果中共不存在 那么人民生活水平 可以比现在好十倍 好十倍 所以这也是结论 我告诉你 王先生好,川普总统昨天终于给香港特区 行政 签发死亡证,一国两制正式 封官戴账 香港人从此要跟中共做生死存亡的抗争 要么就是乖乖地做顺民,任由中共鱼肉 观点,美国制裁措施中 特别有杀伤力的就是一个 经济和金融上制裁中共高官 这种制裁不只是悬在这些高官头上的利剑 更具杀伤力的是,会加剧所有这些高官对习核心的离心离德 因为这些人 包括家属和子女都有大量的资产,早早的放在欧美发达国家 一旦这些棺材本的安全受到动摇 那就是动摇了他们的根本意义 那我为啥还为你卖命,将来中南海的各种内斗和相互狗咬狗的戏码 会成出不穷,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我看了一下,昨天 我把白宫后来公布了川普 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就是取消 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我把这行政命令翻了一下,行政命令其实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行政命令,就是取消香港的 特殊地位 还是非常 非常全面 这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制裁 其实 昨天川普总统签署的 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 他没讲得太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那个白宫的网页上有 第一部分就讲的是取消 取消根据香港 香港政策法 取消123456789的取消,这是第一部分 川普总统简单的说了一句,但是后面那部分 比上面还要长的部分,就是制裁 制裁 大概就是和他的制裁的内容 和香港的这个 香港自治法的内容是基本上是 对应着的 九大制裁方案 方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其实这个制裁 力度非常大 力度非常的大 就是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财政部,主要是授权这两个 部门 去制裁,美国国务院当然是拿名单 财政部当然是给这个金融机构下指令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我是 刚才有个网友说川普总统最后一刻才签 我还是那句话,昨天那句话 签了 之前说的,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一风吹 因为签和不签,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 而且川普总统不仅签了这个协议 而且他还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这一 这一套东西,其实 行政命令的力度 甚至比这个 香港自治法 还要大 只是昨天的记者会没凸显 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还要自己去看 我回头我会 把这些内容我回头找的是机会跟大家重新再 再讲一遍 就是川普总统签的这个行政命令,其实是非常重要 他对 他对香港局势的影响比大家想象的要大 所以 川普总统做了这个行动 我认为就够了 之前说的那些 怀疑呀,否定呀,质疑呀各种 我觉得 我们就把它放在路上吧 我们不再去讨论那些问题,我们现在站在这一刻 再重新考虑什么 考虑中美关系 考虑香港地位 考虑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发挥的作用 就好了 就不必再去纠结那些事情,我就 团结一致向前看,你说呢,好不好 观点 就是要问中共实际的领导能力和效果 看前几十年 那几十年是包子的偶像老毛的原教旨主义共产党 结果中国怎么样,同样战后 人家日本在经济奇迹,他们在干什么,改革开之后 改开之后的成果 反而是跟欧美开始交往才有的结果 说明外来的东西才造成了改革开放的奇迹 与他们执政关系不大 中国人的劳动力被释放了,自然会浮育 跟中共的执政关系不大 不对 跟中共的执政非常有关系 你看一下 中共执政1949年 一直到1978年 这20多年时间 这20多年时间中共在干什么 中共在倒行逆施 所以搞得大家都没饭吃 连他自己的饭都没了 所以他没办法,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这件事情做对了吗?做对了 中共就改了,改弦跟章,搞市场经济 搞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就没有市场 那么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 做对了吗?做对了 没有市场经济,没有中国的今天 跟中共执政有没有关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 中共执政 决定了 中国开始 做市场经济 所以大家搞清楚 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两件事 第一,市场经济 第二 人民 14亿人民去挣钱 每天起早贪贺去干活 就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系 但是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中共 中共决定让大家这么干 所以今天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他的决策很重要 跟中共执政有没有关系?有关系 因为他执政 他能做这个决定 做了这个决定才有这个结果 这有因果关系 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因果关系?不是 跟这个过程没有关系 只是跟这个决策有关系 所以我就说 如果中共不努力 中国可以好十倍 中国会更好 如果没有中共 中国可以好十倍 就是这个道理 情况,最近微信在疯传一个消息 说习米华的太阳城集团被国安查了 可能和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关,涉及到国内大量的明星,王老师怎么看 我没什么看法,因为我完全没有证据 我没有查到他们内部的消息 无法证实 我只是当一个 当一个传言来听一下 没有去证实 分享一个创新创业的故事 2016年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当时本省某大学的一个项目,获得本省金奖,全国铜奖 这就是企业包装出来的 那个大学和我们公司合作,本人被公司老总安排作为指导老师 被迫全程操刀 那些大学生只是被被我帮他们写的商业计划书 连全国路演讲的PPT都是我写的 骗人 在中国,骗 是通行证 在中国 骗 就是在中国的所有的通行证 你没有骗 寸步难行 在中国 我讲的是在中国 情况,大约6到7年以前,公司的外籍同事 到手工资突然少了一点 询问 Fresco以后知道 是新增的扣养老金 他去问,如果交满15元是不是可以退休后领养老金 对方回应,外籍不可领取 那再问为什么要交,对方说因为你在中国工作 那就是交税了 观点,闫丽梦入境美国后,很快和美国的顶级病毒学家开了7小时的会议 他的材料基本得到美国科学家的确认 来源是什么,请告诉我们好吗 情况,之前去台湾旅游和某个大学 门口卖红薯的阿姨聊天 离婚一个人养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还是大学生,如果在我们大陆 他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被城管 欺负剥削 提问 内资能拖住大陆房市吗?美元计价的房价跌,但是人民币计价房价不变 或者房产管理部门冻结交易停止过户,有没有房产交易 房价就不会跌 那记住一个 基本的原理 不管你用什么计价 你在中国就是人民币 所以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 最终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 这就是 这就是 所有市场经济的 第一定律 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最终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 如果地球表面是什么 地球表面 中间就隔了一层资金 你 跑得再高都是跟着资金上下 情况,特区政府与深圳两家公司合作,免费为 饮食业服务从业人员检测,是利益输送还是收集健康码数据 我不知道 那不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 情况 据中国海关公开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 18年对香港出口占整个出口的14% 19年占13% 最大三中为电信设备 集成电路信息处理设备 OK 深圳突发楼市调控新规,你看到了 新的新政策汇总,一身户社保 或个税满三年,二离婚三年后放客买房 要离婚,离婚要三年,有贷款记录买房公寓首付六成 二套首付七成 5个税五年 方满 房满减 豪宅县750万 深圳炒房团就是对标香港,香港房价准备下滑50% 深圳因为最热嘛,枪打出头鸟 所以拿深圳开刀 就是调控新政 有人跟中介去看房,走到半路没资格了 OK 读不完了 读不完了 好吧,鸣谢一下,谢谢 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 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执政集团继续威权统治 排挙政治改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 法治难立,人权不张,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化 经济机型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 公民的自由和财产 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 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特别是官民对立 激化 群体事件累积,正在彰显 灾难性的失控趋势 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以上是刘晓波在08年入狱前写的08宪章 今天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确实 非常正确 谢谢 王老师辛苦,如何看待北京最新一波的疫情 是否已经彻底控制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控制是什么 中共天天就讲 总体可控,总体可控是什么 疫情不会消失的 在没有疫苗之前,疫情是不会消失的 疫情时不常会给你来一下 病毒就躲在某些角落里 一到有条件的时候,它就会 就会爆发 所以呢,我觉得北京的疫情,你说控制吗 它能控制大家的嘴 但是控制不了病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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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听王先生的节目,请你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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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能,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